很高兴您来到STAR频道,现在订阅并分享频道会更有趣。 赵丽颖很少出席年末活动,知否知否再次将她推向热搜? 赵丽颖,这位备受瞩目的女演员,虽然近年来先少出席各类年末活动, 但这并不妨碍她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。 最近,赵丽颖主演的电视剧《知否知否》开播五周年纪念日的到来, 再次将她推向了热搜的顶端。 这部由赵丽颖主演的古装剧《知否知否》自播出以来便备受好评。 不仅如此,该剧在播出数年后依然能够引发观众们的热烈讨论, 堪称是常委效应的典范之作。 这也足以证明该剧在观众心目中的地位之高, 以及赵丽颖的演技之精湛。 值得一提的是,为了给观众提供更好的观剧体验, 版权方还特意从酷平台争取了该剧的独播权。 这一举动无疑将进一步扩大该剧的影响力, 让更多的观众能够欣赏到这部优秀的古装剧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赵丽颖的这部代表作 知否知否在口碑上也有望更上一层楼。 一旦该剧的口碑得到进一步提升, 她无疑将成为赵丽颖演艺生涯中的一部经典之作, 并为她未来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。 赵丽颖宛若璀璨星辰,散发着迷人的光芒。 她的双眼如碱水的双瞳,透着灵动与聪慧,让人一见清心。 微笑时,唇角微翘,如春风拂面,温暖人心。 她的气质独特,既有邻家女孩的亲切,又不失高雅大方的风范。 无论是戏里的角色扮演,还是生活中的点滴瞬间,赵丽颖都展现出迷人的魅力,让人为之倾倒。 总之,赵丽颖凭借其出色的演技和优秀的作品,已经在演艺圈中树立起了自己的地位。 而知否知否作为她的一部代表作,也有望在未来成为她演艺生涯中的一颗璀璨明珠。